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年假都休息起来 因为冲完店的自己可能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 那么今天呢 这个我们和李博士来分享姐弟恋这个话题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能够知道 最前一阵子这个大S和这个汪小菲的事情呢 是闹得轰轰烈烈 而且这个床垫都出来了 然后顺道还帮这个床垫厂家打了一波广告 那么所以呢 今天我们是从他们两个的这个婚姻状况 来请李博士聊一下 那么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其实大S比汪小菲要大六岁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蛮大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入手 跟大家这个聊一聊 关于姐弟恋这个话题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身边的朋友也好 或者是电视剧也好 其实都是这种题材啊 对不对 好 然后那个 我首先来问李博士一个问题 你知道我们当代的女性是越来越独立 不管是精神独立 还是经济能力 都是越来越独立 而且呢 都相对来说 好像看起来都比男生要稍微强一点 很多时候都会看到 就是有女儿的家庭的这个女生 会比这个有儿子的家庭 这个男生要强很多 所以您觉得是不是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 所以导致了现在姐弟恋的出现 姐弟恋从古就有不是吗 对 就是童养席就是姐弟恋其实 有没有 那个叫做 我都忘记这个东西 所以然后你这样突然一讲 我说不是 绝对不是童养席是古时候 封建制度下 但是他确实是年纪大呀 就是女的年纪比男的要大呀 而且大很多 对啊 那我们先把这个讲一遍 因为这个讲我会横眉树言 童养席也是我会非常横眉树言 对 就是坚决 坚决不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造成很多很多的悲剧 当然是有时代的必须性 但是有必须性不代表它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那回到说 杨阳你问我说 现在这个姐弟恋是不是因为女生比较强 女生比较怎么样 OK 应该这样讲 现在的社会制度或者说经济文化 能够让女生有比较多的机会去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所以也许就是说我昨天稍稍看一下就是资料 我们并没有看到说这方面的统计 所以也许算我们看到感觉上比较多 可能是我们看到比较多 也许是真的说选择性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女生现在比较的 怎么讲 我们不能说强大 就是有更多的空间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女权运动给女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 有更多的选择 其实刚才这个李博士你说到的选择这个部分 我真的是很有感触 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有选择 他可能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机会和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大S和王小飞的事情 那么当然这个网上是这个议论纷纷 那么当然这个大S比王小飞要大六岁 所以很多网友觉得呢 这个肯定是不管是在心理上 或者是对这个婚姻上 还有就是恋爱的手腕上 都会比王小飞要成熟很多 本身女生的这个年龄 同龄来说 都已经是比男生要成熟一些了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 这种状态的话 其实对感情的发展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李博士 你说当女生比男生大 对感情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的 对 想要跟大家澄清一个非常 长久以来有的误解 是说女生比男生成熟 这不是吗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 因为我有儿子也有女儿啊 他们同样的年纪的时候 我确实我会觉得 我的女儿会比我儿子要成熟很多 了解 那我举一个比较糟糕的例子 就是说今天狗 这个是很不好意思 我就直接讲 狗狗很小就会抓 就会抓 猫咪很小就会抓老鼠 对不对 那人很大都一直都没有办法抓老鼠 所以比较的时候 我们在比较说成熟度不成熟 是的 一般来说女生因为社会化的过程 或者说基因上面 女生对于情绪的感知 或者对人处事 或者嘴巴 就是我们语言的能力 是的 在各式各样的情况下 女生的这些东西发展比较快 但是并不代表她们比较成熟 或者比较有处理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想 很多女生你觉得她可能是成熟 或者女儿比较成熟 也许是因为她从小有机会 或者是被训练去照顾别人 或者被训练说要用嘴巴 讲出自己的情绪 或者社会准许她们 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那一般男生也许没有这样的过程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澄清 就是说女生真的比较早熟吗 不见得 很多看起来很早熟女生 其实做出很多很幼稚的行为不是吗 那当然有个案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一般来说姐弟恋 大家想都是坏处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到好处 为什么一般 因为世界各国 一般女生的平均寿命比男生多 大概8到10年 对不对 那你如果你想想看 女生嫁一个比自己大的 比较能及比自己大的男生 假设今天平均死亡人龄是8年 OK 那你再嫁一个比自己大个10年的男生 所以你最后人生的最后的18年 你就是一个人 或者是要经过很多东西 嗯 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讲说 你要这样想 今天姐弟恋 也许他是最聪明的方式 因为他可以选择 一个做姐姐的 或者年纪比较长 他比较有成熟度 事情的历练 可以真的选择一个 对自己适合的人 那他选的人不见得是一个弟弟 也许年纪比较年轻 但是如果心地成熟 或说人生历练很好 也是你刚刚说的 杨阳你 等一下说的是 情商价值 或情绪价值很好 嗯 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嗯 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两三个礼拜前 我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印度人 嗯 大家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 是非常非常严格 很多地方 对 然后这个小朋友 他已经三十几岁了 所以我还抓到小朋友 三十几岁 他碰到一个女生 他们是从小青梅竹嘛 他们两个都非常喜欢对方 都觉得说是自己是 自己就是 the love of my life 嗯 所以说此生就是这样 最合最合的人 但是 这个男生比这个女生 小六个月 那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啊 所以双方家长坚决反对 说女生绝对不可以 嫁给比自己老的 嫁给比自己年轻的男生 就算他们的种姓的阶级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但是六个月也不行 所以硬生生把这对恋人拆散 所以 对我来说 你刚刚讲大S 他嫁给一个比他小六岁的人 今天如果是一个18岁的人 要娶一个12岁的人 我绝对会坚决反对 嗯 如果一个36岁的人 要跟一个30岁比较年轻的人 结婚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对 因为说 最重要的还是说 这个人生的历练跟成熟度 但是人生的历练和成熟度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这样 在一个光谱当中 在一个环境当中 他所能承受的 那么 就好比我刚才举到的例子 我女儿的这个六岁 和我儿子的六岁 那绝对是截然不同的 但其实对我来说 我并没有特别刻意的去 去帮助我的女儿 或者是让她去独立 那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跟两性 在对于事物的感知方面 还有就是对于一些 我们作为父母的 这个他的模仿能力方面 我觉得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认知 但是所以 但是长久以来 李博士你知道 我们所有的很多人都认为 女性比男性要成熟 在同龄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今天李博士 是要稍微给大家修正一下 这个误解 虽然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 还是会以自己看到的这个为主 但是不妨也来听一听 李博士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说到男性比女性要小的话呢 就是说从男性的方面来看 就是有很多人是觉得 这个男生可能会觉得 同龄的女生因为他比自己成熟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通常的认知 所以他觉得我hold不住这个女生 就是觉得这个女生跟我同龄 他又比我成熟 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有点 有点这个控制不了 那么所以他们就可能愿意去找一个 比自己小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你觉得在男生的这个角度来说 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考虑 就像你刚才说的 为什么家族不允许一个女生 比男生大六个月 除了文化之外 你觉得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说心理上 或者生理上的一些特别的考虑吗 我觉得最大真正的真实在 我可以从一个从理性的方式 或者科学方式思考 但是我们先从案例开始 就是说在实际的观察里头 或者在实际每天跟人家做的关系里头 大部分其实因为社会压力 或者说缺乏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缺乏社会的容忍度 因为当你缺乏社会容忍度的时候 人们有机会去仔细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对不对 男大当会你就这样讲 应该这样讲 因为从小就说 你要找女生要找比你年轻的啊 这样比较好控制啊 比较怎么样 生的孩子的孩子基因比较好啊 甚至做这些说法 但是李博士 我跟你说从我个人来说 我到现在为止 虽然我跟你谈这期话题 但是就是说我也觉得姐弟恋 其实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很难去接受的 你觉得从我身上来看的话 我如果成为一个案例的话 你觉得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觉得你很难接受 OK 那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嗯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仔细的想法 就是说你 今天你发生在别人方面身上 你可以接受呢 还是说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你不能接受 其实如果是说 在我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啊 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但是现在随着年纪大了之后 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有一个商量的余地啊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难去接受 一个男生比自己小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 比较幼稚 我只能这样说 就是我最直观的这个 我的感受告诉你 就是我觉得他们比较幼稚 而且呢 我当然承认就是有一些年轻的男生 他们可能会给你活力 给你阳光 给你一些这个怦然心动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 其实作为生活的伴侣来说 我会非常担心他的幼稚 杨阳 我觉得你说到其实最重要的重点 对不对 今天我们如果年龄这个东西 都把它遮起来不看的话 如果我们的重心放在说 这个人是不是配合 这个人是不是 不是讲门当户队 因为我们讲门当户队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两个人是不是契合 对不对 两个人是不是契合 成熟度是不是契合 有没有一样的经历 或者说有没有一样对人生的态度 这个东西是比年龄更重要 当然 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说 今天年龄为什么我们会看 因为 人在一个年龄的时候 大部分人在什么年龄 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像今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家 当然有七十岁的不能叫老人家 七十岁的人 他能做的 大部分七十岁的人 在身体上或者心理上能做的事情 跟一个五十岁的人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当然我们要是要看年龄 但是最终最终看到的是说 这个人跟你的契合 那年龄造成对你的影响是生理心理 资讯跟人生的目标 这个东西我们是不能剔除的 所以应该讲说这是一个很糟糕 很复杂的一盘 就是好像一盘菜 这个炒的过程很复杂 要做出好吃的菜非常困难 每个里头的东西 年纪式的 再怎么样找到一个最适合的组合 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李博士一直在讲 两个人其实 我觉得李博士 不会去分辨你的年龄的大小 你是不是同性 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 他能够去互相的帮助 然后互相的去进步 或者是说让你 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理的愉悦 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但是有很多人 他会对这个事情的认知 可能会因为年龄而产生偏颇 就像李博士你说到的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年纪很小 但他很成熟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吧 然后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就是有这个年龄差 但是互相之间非常的 这个怎么讲默契 或者是说非常的能够 像你刚才这位学生说的一样 就是他就是我此生所爱 就是这种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 还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 就是说这个环境影响的方面太大了 就是说我们有多少的时候 是能够随心而行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下 然后那么现在就是 我们说男生除了喜欢找比自己小的女生 其实有一些男生 他喜欢找比自己大 就是他会觉得 就像我们前面刚才说到的一些道理 成熟的女性 他可能会更好的照顾人 包括照顾人的情绪 包括照顾人的心理 包括去体谅和换位思考 同时呢 这些女生呢 他也是有经济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对于有一些男生可能就会觉得 哎 这个我就可以少奋斗一点 然后或者是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词 叫做情绪价值 我只要提供一些这些给这个女生就可以了 您觉得就是说男生的这种变化 也是来自于我们的环境吗 应该这样讲 人自古来都有想说为自己的生存 找出出复的方式 而且是轻松的生存 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和艰辛的 对不对 有些人是这样子 我们从各式各样的世代来看 很多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传统 其实都是为了生存 当然 怎么样能帮我的女儿生存 怎么样能帮我的儿子生存 对不对 所以今天如果男生长年纪比较大的女生 当然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理由 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理由 有的人真的是说 就早上照顾我 有的人是因为不会成长 但是回到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有句话叫做一个愿打一个愿哀 对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说的对 所以我觉得说在现在社会里头 我开心看到是说 你们在一起 我们会责管 就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子人才能在一起 因为现在社会很多人都有机会是一个愿打一个愿哀 今天我如果跟你恋爱 也许你某些方面跟你不契合 跟我不契合 但是我喜欢你的钱 OK 然后对方也知道说你是他喜欢他的钱 一个愿打一个愿哀 这样子变成交易性的感情 那你知道 那有的人还是说想真的找到说真的想爱的东西 想爱的人 这个时候有时候在现在社会 其实是坑坑巴巴的 其实是蛮难的 对 我觉得像这个李博士你说的没错 其实我觉得认清楚自己想要的 然后你并且能为自己所想要的去接受一些所有的一切 或者是说去屈服也好 去忍耐也好 其实我觉得都是个人每个人的选择 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活在自己的这个最舒服的状态当中 但是生活很残酷 现实也很残酷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带给大家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可以去调整自己 那么呢 尽量让自己活得比较舒心吧 那么其实说到大S这个和王小飞的事情 也有人是这样评价的 他们说这个大S现在这位老公 那么他当然是他的这个儿时的偶像吧 就年轻时的偶像 那么有很多的分析认为说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现在的 他的这位韩国的先生 可以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词 这个首先我想请李博士来给我们稍微的分享一下 这个最近在两性关系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个词 叫做情绪价值 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 这个东西其实我也找不到定义 对不对 因为很好玩 就是心理学跟社会上的东西 就是随时随地都在演化 就像我在做这个节目以前 我是完全不看八卦的 所以做了我们的节目看八卦 因为我们经常要讲八卦 或者说这些娱乐新闻 基本上我是完全不看的 对不对 脑筋就沉浸在我的象牙塔中 就是做学问 那所以回到这个情绪价值 我看一看就是说人的情绪的需要是什么 有的人情绪价值是说对方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 那这个人一生里头可能从来没有这个情绪很稳定的 有的人的情绪价值是觉得说 这个人可以给他不断的鼓励 是一个很正面的人 就是气场很强的人 对不对 所以应该这样 情绪价值也是一个东西 就是说跟这个人在一起 他给你情绪的地方带来你所需要的东西 那我看到大部分人想要的 或者说第一个是大部分人想要的是一个正面的关系 那做一个心理学家 我希望你在找情绪价值的时候 是找一个情绪成熟的人 可以很适度的支持你的人 可以很温和的给你批评指教的人 不能讲批评给你指教的人 然后可以不断帮你加油打气的人 然后会自己处理情绪的人 但是这种 李博士您说的都是积极的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 在生活当中有一些 有些人他们会喜欢找跟自己有相同情绪的状态的人 就是比如说我在低迷的时候 我希望他跟我一起 就不是他说去鼓励我 你不要这个消沉啊什么的 他反而是跟我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抑郁的这个情绪当中 有人会愿意会喜欢这种东西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在两性的关系当中 对方彼此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个部分 他到底是应该是一个 怎么讲 对立积极的 还是一个这个 同步调的 哇 这个东西 杨阳这个牵扯到社会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嗯 就是说 英文叫做miserable like misery 就是你说的 很多人在不舒适 或情绪不好的时候 或者说 不希望找一个气象很强的人 对 他希望这个人跟我就是沉浸在我的情绪当中 跟我一起吐槽 跟我一起这个消沉 然后跟我一起怎么怎么样 就是反正他是跟我要在同步调的 这样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才会觉得 哎 我会比较舒服 而不是说是 哎 你不能这样 你要积极 你要阳光 刚刚说这两个都是 比较不好的极端 OK 第一个是的 人在 人在就是miserable的时候 或者说人在低潮的时候 颓废的时候 当然不希望对方那种 跟他讲说 哎 你要正向 对不对 对 或者说 人在很正向的时候 当然也不能 通常也不大能够停下来说 跟别人一起在miserable 对 所以 我们如果讲说 今天我希望 我们看到一般来说 一个好的关系 你要找情绪 就是情绪价值的人 不是说要告诉你说 你该怎么做的人 而是能够真正的 就是不告诉你怎么做 但是能够了解你的人 了解你的 然后在无声无息里头 做一个正向的榜样 就是比如说 今天两个人都可以很难过的事情 两个人可以一起哭 但是 过完了之后 这个人会用 比如说 医生做的方式 是说 让我们想想要怎么解决 或者你日子很难过 比如说 公司里头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你的给你情绪价值 另外一半 应该是说 听你说 而不是跟你一起 就是同仇抵抗 就是说 哦 所以你老板这样做 其实是蛮糟糕的 不是说 哦 你老板就是一个猪 所以 这种东西 情绪价值 不是说跟你同样一个情绪 而是说 能够怎么样帮你化解情绪 然后不被你的情绪影响 他仍然能够做自己 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非常多的情绪的情商 跟情绪的成熟度 没错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商的问题 刚才您说到的这些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 我们这个辅心咨问可能都做不到 就是 当你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不管是在你的职场 还是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当你处在一个低谷的时候 你很难去接受别人 对这件事情很客观的一个看法 因为有可能这个问题是出在你自己身上 那么别人的客观看法 就会觉得这是你的问题 你应该改正 那么在这种时候 你的情绪的低落期 你会接受吗 对我来说 我都很难接受 我需要的是一个跟我一起吐槽的 然后吐槽完之后 可能我们再来说怎么样去改进 或者是怎么样去来换位思考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人之常情 但是像这个李博士刚才说的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伴侣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也是非常的困难 其实我们最终还是要修炼自己吧 就是说如果是你自己的这个心理够强大的话 可能你自己就能够去化解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就会比较不错 好 然后来问一下这个李博士 因为有人说啊 就喜欢找比年纪大的 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他们都会有恋母或者是恋父的情节 我想请问你有研究表明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特别研究表明这样的状态的 因为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这边所有的网友都可以就是转眼睛 就是太一口气 李博士要说了 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光谱 本来我们就是生存在光谱当中 这个没有办法 环境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那所以说恋母情节或恋父情节 我希望大家用这样的关系来看 就是说在我们成长过程中 这里讲到心理学比较复杂的地方 所以我卖下来 通常这些情节是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得到的东西 我们会非常好奇 我们会觉得我们是需要 或者我们会觉得说我能够跟我爸爸妈妈做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这样讲 就是说这些情节是来自于你某些方面对自我满足的程度并不是太相信 今天你会希望有一根照顾你 但是你会问我说 应该这样讲 很多人问我说 我希望有人照顾我难道是错的吗 当然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然后就是希望说找一个人专门照顾你 这个东西我会说这叫不成熟 或者说你还没有适合在一个关系里头 所以今天你练父练母情节 找到这个人只是为了要满足你需要的东西的话 这对另外一点也是不公平的 然后这个关系通常也不会长久 因为毕竟这个关系久了以后 你的另外一半会让你失望 让你失望就会吵架 你会可能会愤而离开 或者觉得说你选错了人 所以先让自己有能力去meet 就是要什么配合 不能做配合 然后你要帮我想一下怎么讲 meet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如果人可以先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 那你再去恋不恋母 ok 那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李博士你说的也就是说 我们最终还是要先把自己修炼好 如果是自己修炼不好的话 可能很多的事情都会遇到一些平静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李博士经常跟我们讲到的 很多的问题我们要自己找原因 就是在我们自己身上 除了环境带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成长也是来自于这个环境的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成长 成长成什么样子 自己的心理调节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部分 那么还有我想请问您的是说 父母永远都是孩子的这样的一个 在小的时候都是一个模仿的对象 那么父母的言传身教 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给子女的 您觉得其实在父母的择偶标准上 或者是在这个两性的关系的处理上 是不是对子女有很大的影响 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几乎是我每天就在跟人要讲的东西 你吵架是跟父母学的 你不知道怎么吵架 也是因为没有看到父母怎么教你 或者说尤其在现在在美国 洋洋你这一代 或者说你下面这一代 其实吃亏蛮大的 为什么 因为古时候的关系 不需要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加进来 所以你这一代跟下一代 都要自己发展出很多 就是择偶或者说怎么样处理关系 怎么样做父母 你都要自己不断的发明新的东西 或者说发现新的东西来帮忙 所以这是很辛苦的 没错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们的人生当中 总归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些历练 所以我觉得人生很短 就是当我们这个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能已经是五六十岁了 然后但是我们 当我们用这些我们所学的东西 去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 所以我们希望就说教育这件事情 就是能够更加提前 然后让我们的年轻人 能够更早的去懂得这些道理 然后呢能够去享受你 后面比较长的一段人生 那么刚才我没有网友说 说这个老男人又懒又邋遢 又渐渐被前沿科技淘汰 没活力没动力 不会吃不会玩 这个很难讲 我跟你说 现在的老男人都不一定 这个要看你遇到的是谁 有一些年纪大的男生 他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 我只能是这样讲 然后呢还有一位 同样这个网友说 女生年轻的时候适合年长一些的男朋友 能学到很多东西 成熟了之后呢 就适合找年轻一些的 但是我们是亦夫亦妻啊 我们不能够在年轻的时候找年长的 然后不要忘记 现在很多不昏族 所以一辈子都可以找不断的新的人 那李博士 你是不是赞成这种吗 不昏族 我应该这样讲 我没有赞成不赞成 因为社会本来就是多元化的 但是你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符合人的生理状态的 是不是 哦 杨杨 这个东西 你每次都要开一个大的东西 让我一下子眼睛就 我要怎么回答呢 恐恐惧症 我要讲的是说 应该这样讲 社会是多元化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知道说 我要这样想 我希望你能够记得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在做这件事情是一时的快乐 还是长久的快乐 今天在我这段关系结束之后 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东西扪心自问 其实心理学上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因为有时候你想想看这样讲 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太饿的时候 不能去超级市场 对不对 对 会买很多很多的东西 会买很多很多东西 或太饿的时候 不能去 都吃到饱 所以你吃完以后撑得很难过 对没错 是的 人的感情上面也是这样子的 当你小时候一辈子 可能小时候想吃 比如说想吃棒棒糖吃不到 长大以后想吃棒棒糖 怎么吃口味都不像小时候想象那么好 所以你会不断的去换新的棒棒糖 对 想说我可以找到 这个东西跟恋父恋母情节 或者人不断的换 另外一个伴侣是有关系的 所以要怎么改变 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我做这件事情 是为了我自己呢 还是会一直开心 是真正我想要的东西呢 还是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就像有一集 我们是讲过买包包的事情 你买包包是为了自己开心 还是这个真的耐用 还是说你买名车 买名包包 只是在一刹那 你觉得说 你看我看到这个包包 我觉得我有成就 那这样的成就 或者这样的感情 是非常虚弱的 当然 这个李博士 这个跟我们谈两性关系 其实谈了很多 他自始终都认为 两性关系 其实是彼此心里的 这样的一种愉悦 然后互相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叫 互相的欣赏 但是最起码是 互相有注意的 这样的一种关系 当然我们认为 这是一种很健康的关系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有点难 我相信有这么多的 有这么多的离婚的这个状态 其实这就是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就是 你真正能找到生命中 最适合你的那一个吗 在茫茫人海中 你当然是找不到 当然是很难找到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美丽的故事 对不对 应该这样讲 每个人都会成长 我们要找的不是 我们要找的不是偶像 是伴侣 那回到一件事情 那有人问我说 李博士 你都注重心理的方式 是的 那我说 在你的人生中 你要各取所需 没有关系 你今天如果嫁了 是为了钱 没有关系 如果嫁了是为了什么 或者说在一个关系里头 各取所需 这是只要是公平的 或者说 不是用骗的手段来说 在心理学上 我都不会太担心 那但是 我要跟各位网友 承认一件事情 我最深最深的 对感情的关系 就是说在我 作为一个人 不是在作为一个心理医生 当然这是两个 都会有交集的时候 我在心理学里头 最影响我最深的是 小时候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The Giant 巨人 我不知道 各位网友 或者杨阳 我们听过这部片 就是伊丽莎白泰勒 然后她有两个选择 她可以嫁给一个 很有钱的人 或者她可以嫁给一个 她就是真正的好人 然后剧中的时候 就是常常我们要 我在做心理智商 问这对夫妇的 在这部电影的剧中的时候 这个很有钱的人 一个人坐在那里 就是然后影片 一带到伊丽莎白泰勒 跟他另外一半 他们没有什么钱 但是两个人手牵手 然后坐在阳光里头 然后就很高兴的 就是伴侣 所以我常常在做心理智商 或者说我自己的事 生活里头 我问我自己那件事情是说 当我眼睛合上的时候 就是当我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我手边握的那个人 我希望有什么样的旅程 这是我选择的方式 这是您选择的方式 李博士 但是现实当中 太多人会选择有钱的那一位 你有错 所以利益 所以那为什么你要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像我们网友说的 各取所需 这个东西各取所需 在我看来 你要能够承受得起这个后果 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所付出的 所承受的代价 你要认得清 你如果认不清 你承受不了 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有带来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利益的部分 就是在婚姻当中 两性当中 利益的关系 是不是也是一个维系的基础 因为有网友也留言 这个大S和王小飞之所以离婚 是因为利益关系没有了 您觉得是这样 是的 如果今天你在一起是因为利益 当利益一旦断掉的时候 很难就继续维系 这是在现代婚姻头 很难过的地方 很多人 记不记得中国有句话就是 可以共甘苦 共患难 不能共富贵 对 因为每个人要的利益 是不一样的 当 艰苦的时候 或者说 当你在一起 是因为了模样共同目标 然后这个东西很大 但是当你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 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 但是 最后一个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们两个没有建立 其他的基础 事情一旦改变的时候 婚姻是很难维持的 对 我们这边有网友说 年轻的时候怎么样都是香的 如果女的老了 男的风华正茂会出多少的问题 但是换过来就是繁殖亦然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所说到的 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是为了一时的快乐 还是为了要长久的 这样的一个伴侣的关系走到最后 所以呢 这个今天希望李博士给大家分享 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和一些这个感受吧 今天谢谢李博士 辛苦您 谢谢杨阳 很抱歉 今天脑筋因为想好多好多东西 因为婚姻这个东西 然后尤其看这些八卦的东西 其实我心里很难过 想说给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给大家很多很不好的 不正确的想法 让我很生气 这个李博士还是要这个 要有平淡心来看这些事情 有很多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也是给大家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而已 就是 因为其实就像您说的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就是 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 因为我学这个专业 所以我经常去看镜头怎么运用 这个剪辑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奏 所以就往往就会忽略了电影本身的 这样的一些 让你身心愉悦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您在看的时候 也不用太把自己的专业带进去 就了解这个事情 然后来在这里 跟我们分享您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就很好 今天谢谢李博士 吃瓜就好了 对 这是吃瓜 然后吃瓜的时候 让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在我们现在如此有压力的生活之下 这个放松的一种方式 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心灵茶室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周见 谢谢家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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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